我今天早上要去洞园,然后Google大哥跟我说要我坐B30,所以我现在在找车站,我觉得在不认识的城市,坐Bus还是没什么sense。 你先买一个OPO卡,然后往里充钱一下,刚才着急了半天,然后找Bus Station,因为Bus Station都长这样,然后它上面会显示,看起来特别高级,其实它是会冻的,只不过是那种Kindle的,所以看起来像是纸的,刚才它变了,刚才这个M30没有在这上面。 好吧,是这样的,如果你要出门,如果你要出门,我今天要去那个住嘛,就是这样的Taronga住,然后你要先去买一个OPO卡,我本来想去找猫体的,但人家说已经没有猫体了,所以今天很闷热,昨天经历了晴天下小雨,下包子,刮大风,今天这种我已经觉得很正常。 我朋友跟我说已经好几天没有类似那种天气了,不过他们都习惯了,因为就算是那样也就一阵不能维持十几分钟。 我看起来,我打过来就挺靠谱的,我就是,我自己拼了,并没有什么经历,只能慢慢摸索。 这个地方,这个地方也是那种上下车要就是贴卡的,然后它直接从里面花钱。 然后,如果你想要下车,按一下,就按一下吧。 我已经到住了,这个动物园其实好像不在新一市里面,在郊区,所以我坐了大概40分钟的车才到。 然后,现在往里走。 嗨嗨,我刚才去那个Information,要了一个Dinosaur海,然后去拿了个地图。 这个车中的就是9点半开门,然后地图上应该有这些信息,然后这里也会照,比如说,办哪些活动。 有一些东西是单独买票的,我刚刚去问了一下,不过,哎,有点激动。我们走走看看吧。 我把我的自拍杆拿了去,买了这么久,真的不用吃了。 我其实还没有到公园入口的时候,就做到了这个。 Diosafari,好像像一个丛林穿越一样。 就是,它下面是那些游客。 然后这个是往返的,应该就是到底下,然后再回来。 他跟我说,这个是哥函的票里面了,所以我也想着想着上来了。 因为今天还挺早的,也没什么在开队。 而且今天是周五嘛。 我估计,以我等于这种地方的喜爱程度,我要在这儿好一整天。 换一个房间。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,所以就可以可劲地折腾。 这一趟是往返的,所以就会回到刚才去的那个地方。 不是说把我送到底下来,然后我再自己转上来去。 这样的情况。 那边能看到悉尼歌剧院,我换前只摄像头。 那前面是悉尼歌剧院那里。 然后这边应该能看到悉尼沿岸的风景。 我之前说Taronga Zoo,不在悉尼的市区。 就是能和这个地方看到很多警官。 你有看到吗? 我发现这个公园其实有两个路口。 一个在坐Bus可以到的地方,一个在坐Ferry可以到的地方。 就是那种渡河的团。 然后我现在到的是上面的这个路口。 所以刚才我坐那个小Safari回来的时候,传来了好多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